大家好 我是LG Styler 正式電子衣櫥的產品經理我叫 Apple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們 Styler 的整個怎麼樣來使用它 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內部的這個構造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裡面我們都會附贈兩個衣架 那這兩個衣架基本上我們衣服都可以來做使用 只要是有扣子或是有拉鍊的部分都會建議把它整個拉上來去做使用 在擺動的過程中才不會掉下來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部分是要跟大家介紹這個褲架的部分 褲架的話你可以看到它長得是這樣子 那它開啟的方式比較特殊 開的時候我們先把這個頭往下扳 然後之後把它扳開 那褲子在夾的時候跟大家說明是要夾這個褲腳的部分 這個褲頭的地方是不能夾的 因為不然這樣就沒有辦法燙出完美的褲線 夾好之後就是把它順平之後這樣把它壓下來 然後再把這個扳上來它就可以順利把整個褲子夾好 那再把它掛回來 依照你褲子的長度你可以選擇你要放在哪一個扣子上面這樣子 然後放上去之後呢夏天的衣服比較輕薄一點 會建議我們把它就是往旁邊這個地方塞進去 那這樣子等一下這個夾壓板壓下去的時候呢 它才不會因為就是它褲子太過輕薄而有移動位置的這個狀況 那如果說今天是冬天的衣服的話 因為它比較厚一點 所以我們沒有關係就可以直接放著這樣子夾下去就OK 那在開的時候呢我們只要按這個地方Push 你就可以輕鬆的把這個門做打開或是這樣關閉 好那夾完之後呢把這個地方稍微順一下 在任何的行程當中你都可以搭配這個庫線管理的功能一起來做使用 那剛剛講到這衣架之後呢下面呢有這個所謂的承板的部分 承架的使用上呢我們會要注意到它有前面跟後面的一個區別 在放的時候呢從左邊開始放 然後再放到右邊 那像是一些沒有辦法去被吊掛的東西 像是這個安全帽或者是娃娃的部分 甚至是我們平常使用的背包都可以使用層架來做處理 那在使用的時候我們會建議消費者 在層架的上面呢放東西 層架的下面呢不要再放喔 因為這樣子會影響整個蒸氣的循環 還有在上面因為有一些抖落的灰塵 可能會把你原本已經變乾淨的東西呢 在放上去的時候呢又被弄髒了 那另外呢如果說今天我要使用比較長的衣服 像是風衣或是一些洋裝 那我們會建議把這個層架呢就是收起來 收起來的話你可以直接掛在後面這個地方 吊掛架上面 你就不會隨便到處亂丟到 只是說最後找不到它的這個狀況 那另外呢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裡面呢有這個蒸氣孔 這個地方出蒸氣的地方我們手盡量不要碰它 因為它溫度很高 那另外呢你可以看到是這個 香氛盒的部分 在每一台機器裡面都會附贈一盒這樣的香氛質 那香氛質其實它長得就像濕紙巾一樣 你從這個地方把它打開之後呢 然後像這樣子的香氛片 你把它稍微對折之後 把它放到這裡 然後把它放進去之後呢蓋上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去調整它的香味 你今天喜歡比較香的人 你可以把它開到最開 放完之後呢把它放進去 那它就會是你自己喜歡的香味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喜歡這個香氛質的味道也沒關係 你有自己喜歡的精油 你可以選擇獅子精 不要有味道獅子精 然後滴幾滴你喜歡的精油 就可以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就會是你喜歡的味道 那另外呢需要各位來協助 去清潔的部分 一段時間需要去清潔的部分 就是內部這個地方 因為衣服在擺動的過程中 有一些灰塵會掉落 那這個地方會建議各位呢 就是用乾的抹布 把灰塵把它擦掉就OK了 那另外在前端這個地方 有一個濾網的部分 濾網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一些灰塵 也會掉到這個地方 會建議消費者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盡量就是 用水把它沖洗掉之後 然後讓它應該不會滴水之後再放進去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比較麻煩 用濕紙巾把它擦乾淨也OK 就是只要不是滴水狀況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整個 就是我們使用衣服的一個空間 那下面的話有兩個箱子 你可以看到 這邊這個是淨水箱 淨水箱呢 因為我們也會生成蒸氣 所以這個部分呢會是要加水 加一般的自來水就OK了 那旁邊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排水箱 因為今天產生蒸氣之後呢 你必須要就是把這些蒸氣烘乾嘛 烘乾之後呢 我們是廚師室的乾衣 所以會把這些水分全部都聚集到這個排水箱裡面 那這個排水箱呢只要滿了之後呢 它會通知你要倒水 倒水把它倒掉就好 那切記不要把這個髒的水 再倒回我們的這個供水箱裡面 以免就是導致說你原本已經弄乾淨的衣服呢 被這些髒水再次汙染 那大概內部的構造就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呢要跟大家介紹呢 就是整個面板上面所有的形成 你可以發現它分成四大項 一個就是清新除臭 特殊護理 殺菌跟溫和烘乾 那清新除臭呢它有分像 譬如說我們今天到外面去吃一些燒烤啊 或是火鍋味道比較重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 去選擇你要用標準強力還是輕微 那另外我們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材質 我今天就是想要清新除臭 然後做一個處理 不知道該選擇哪一個的時候 你可以依據這個材質 像西裝大衣 羊毛針織或者甚至運動衣服 像是有GOTEX這些材質的這些衣服呢 你可以去依據它的材質做一個選擇 那這邊有所謂的雲端客製 像是我們一些面板上面沒有的行程 或是總部這邊持續在開發的新行程 也可以透過Wi-Fi的連結 然後再由雲端客製呢 存到這台機器裡面 那另外呢是最近呢 非常受到大家喜歡的殺菌行程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所以消費者很多 其實沒有辦法用洗的方式呢 去做到清潔的東西 我們可以利用Styler來做到一個殺菌 像是一般的衣服 或者是寢具 像我們平常會躺一些像枕頭這樣的東西 但枕頭其實它的整心是不方便洗的 洗了它的內部因為很厚不容易乾 我們也可以用Styler這樣的一個行程 來幫它做到殺菌去塵蠻的功能 那另外有精緻衣服的部分 還有幼兒用品 幼兒用品的話像是小朋友他們 有一些媽媽他們會在背 小朋友會有一個背帶 一般的布巾當然我們丟洗衣機洗就OK了 但是比較厚的這種背帶 甚至是有坐墊這種背帶 它其實不方便去清洗 我們就可以使用一個幼兒的用品 來幫它做一個殺菌的功能 那另外呢溫和烘乾的部分呢 你其實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般的乾衣機來做使用 一般衣物的話就是一般衣服的烘乾功能 它是一個廚師式的方式去做到乾衣 所以它的溫度相對比較低 然後也比較不會造成衣物的受損 那另外呢看到雨天霧氣的部分呢 就是今天如果外面有一些下雨啊 或者是濕氣比較重的狀況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那這個行程呢它就是除了說烘乾之外 它其實是帶有蒸氣的行程 前面一般衣物的話就沒有 它單純就是乾衣 那比較特殊是最後這個廚師行程 廚師行程它是針對空間做廚師 所以它不是說針對裡面的衣服 它是針對譬如說我今天放在更衣室 或者是我放在客廳的玄關 針對一個11平大小的空間可以做到廚師的功能 那廚師的話呢它有分成兩個時間 一個是兩小時 一個是四小時 那你今天要啟動它的時候 你都必須把門打開 如果我關著門來啟動的話 它就會出現這個所謂第一代碼 所以你只要把門打開45度之後 它就可以做正常的運作來使用 就可以幫你的空間做到一個廚師 所以當你的空間裡面 擺有這樣子一台Styler的時候呢 你可以不需要再另外買一台廚師機 它可以同時幫你達到一個廚師的效果 這大概就是Styler所有的行程 以及內部整個構造的一個介紹